印太区域情势紧张 美国和菲律宾从3号开始展开联合军演 美菲两国是出动了2500多名的官兵 这也是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氏 就任之后的最大规模军演 而因为近期南海主权争议 还有台海局势紧张 所以军演也被视为剑指中国而来 印太区域情势受到国际关注 美国跟菲律宾3号展开代号 海上战事合作的联合军演 这是菲律宾新任总统小马可氏 上任以来最大规模的军演 美菲两国出动2000多名的陆战队官兵 共同因应区域危机 近来南韩主权争议以及台海局势紧张 这场联合军演也被视为是剑指中国 日本自卫队跟韩国海军陆战队也将作为演习观察员加入 同时美菲演习将跟美日在北海道的作战演习同步举行 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先前接受媒体访问时表示 不认为中国会立即进犯台湾 但试图建立一种新常态 国防部长邱国正强调战备不会因此缓下来 正在美国参加美台国防工业会议的国防部副部长王信龙 接受中央社访问时表示 与会者对于台海局势有共识 他也诚恳表达台湾军售状况以及碰到的挚爱 并且说明当前风险 美方愿意全力协助台湾 记者韩英朋友组张子佳台北报道